林维钧,1978年出生于台湾云林的林维钧,相貌不是一般的漂亮,不仅长得眉目如画,身材也极具魅惑力,有一种秀色可参的感觉,林维钧这个名字或许认识的人不多,但是看过台湾偶像剧的人一定认得他这张楚楚动人的脸,甚至可以说,他是台湾偶像剧热潮中第一位凭借女二号角色红起来的人,最红时他的风头甚至不输给陈乔恩, 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,不过,初到17年的他被媒体统计出劈腿14次,私生活混乱,以至于到现在,他的相关词条还是离不开劈腿,烂货,公交车这些字眼,近年来显少有听闻这位童年女神的消息,原来他已选择淡出娱乐圈,找了个新工作,当瑜伽老师,之前,林维钧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近照, 40多岁的他无趣素颜出镜,皮肤细腻不见老,纵然是未施粉带,林维钧也照样颜值出众,一双星星眼尤其灵动有神 肖强,肖强1968年出生在台北永和,原名叫肖秀夏,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女孩子,所以肖强小时候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,一次偶然的机会, 他在毕业纪念册上拍摄的大头照被星探看到,对方看到肖强的美,第一时间找到了他,肖强最早的一段绯闻,还是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,作为模特出身的他因为自身演技问题,被导演何东兴臭骂,后讨好导演,方间便传出了肖强和何东兴的绯闻,后来第二段被包养的传闻也流传起来, 据说是当时台湾富商曹星成,可曹星成对肖强好归好,却并没有长久跟他在一起的打算,而肖强也立马换成了另一位建材富商林金龙,可即便如此,这段被传得有板有眼的绯闻,还是被林瑞阳的出现拦腰折断,肖强与林瑞阳在拍摄结识,之后外界便传出两人的关系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,可当时的林瑞阳已是有负之夫, 所以肖强被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三,直到后来张婷与林瑞阳的关系曝光,肖强这才将小三的锅甩给张婷,最终肖强因为插足李耀文的婚姻,被李耀文的太太狠狠地教训了一番,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之后,仍旧没有一个男人入得了肖强的眼,肖强选择了包养别人的路,他51岁的时候恋上了一位90后的小鲜肉,虽然两人年龄差很大, 但肖强表示自己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 林志玲,林志玲的第一段情史,发生在他读大学期间,他毕业后又继续读西洋美术史,与男朋友重逢了旧情复燃,但因为工作繁忙两人最终分手,2002年台没爆出,林志玲与一名叫苏典中的室内设计师谈过四年恋爱,后来他又遇到了初出忙碌的颜程旭,他是林志玲的师兄,跟已经小有名气的林志玲不同, 颜程旭什么都没有,但是两人一直很低调,虽然颜程旭多次被拍到初入林志玲家中,但是两人一直没有承认,直到2004年林志玲手机坏掉,两人亲密照泄露恋情被迫公开,两人恋情就此受到万人瞩目,可惜的是两人最终因为性格不合以分手结束,分手后的林志玲, 遇到了对他关心被制的邱世杰,邱世杰甚至坦言自己愿意做林志玲背后的男子,但这段恋情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,2005年2月份媒体爆出台湾首席名模林志玲,继和颜程旭分手之后,有了新的绯闻对象,喜来登饭店总经理蔡博汉,但林志玲否定了,随后他又与郭台铭传出了绯闻,后来媒体还爆出了他与医生陈永泉谈过恋爱, 不过都是捕风捉影,直到2019年,45岁的林志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宣布自己嫁给了黑泽良品。 贾静文,1997年,23岁的贾静文和27岁的黄建群擦出爱的火花,只可惜,黄建群已经成婚,并且他妻子王百渝还怀孕了,后来王百渝和黄建群离婚了,之后贾静文又和另一位男星传出了绯闻, 这名男星就是大他12岁的咆哮弟马景涛。 马景涛认识贾静文时,正和女友余力处于热恋期,后来俩人分手了,插足而上的贾静文,被媒体唾骂和指责当小三。 1999年,25岁的贾静文主持综艺节目其开得胜时,被人爆雷,暗箱操控台湾金牌主持人胡瓜的情感问题,致使离婚。 2001年,27岁的贾静文又被媒体爆料被大他25岁的台湾长红影视公司老板吴敦包养,由言飞语跌出,搞得吴敦很烦,于是不堪其扰的他,直接收贾静文当干女儿。 之后贾静文又和孙志浩在一起,他比贾静文小二岁,世卫上海富二代,和多数想要嫁入豪门的女星一样,贾静文也少不了未婚先孕的流程,然而婚后生活,并没有贾静文幻想的那般美好,升级为父亲的孙志浩,依旧在桃林花丛,流连忘返,不久俩人就离婚了。 陈乔恩,作为台湾偶像剧女王,陈乔恩自从主演《笑傲江湖》在内地走红后,演艺事业开挂的节奏,人气暴涨,片约不断,片酬也迅速上涨,2017年,陈乔恩还以8亿台币登上台湾影视明星年度收入冠军宝座。 虽然在2018年,陈乔恩曾因为不良新闻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但在之后诚心向公众道歉,多多少少获得了一些人的原谅。 总体上看,对演艺事业影响不大,而陈乔恩在调整一段时间后,再次全力投入到工作当中。 据台媒报道,由陈乔恩、张绍怀、明道、柯佳燕、马志祥主演的市长夫人的秘密正式在台湾上映,陈乔恩也曾积极为新片宣传,不过当时却缺席了宣传活动。 该片剧情有点特殊,陈乔恩饰演的是一名第三者,其中有段戏拍得非常艰难,拍了一整天,张绍怀还曾在发布会上哀嚎。 关芝林,1993年关芝林在香港圣玛丽医院,从体内取出两颗球的新闻引爆全网,知情人士信誓旦旦称,这是关芝林为何李嘉兴争宠与刘鸾雄玩的互动游戏。 传闻说当时刘鸾雄跑去探班向澳江湖,一眼便被关芝林勾去魂,当即抛下身边的李嘉兴对他猛些殷勤,为博美人一笑刘鸾雄不仅买下千万豪宅双手奉给关芝林。 珠宝以及奢侈品更是纷至踏篮,关芝林也成功从落魄千金摇身一变为千万富婆。 在刘鸾雄之前关芝林还曾为钱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当时的他未偿还家中债务,一天24小时几乎都泡在片场。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,王国精的出现解决关芝林的燃眉之急,关芝林当即缴械投降,不顾父亲祖兰也要嫁给这个大他一轮的男人。 两人前脚刚结婚,王国精后脚就露出真面目,不仅夜不归宿到处寻花问柳,更是不将关芝林这个正牌妻子放在眼里。 年轻气盛的他当即提出离婚,还顺势卷走他一半财产,后来他又将目光投向富商陈泰铭,两人成双入对宛若恩爱情侣,丝毫不顾陈泰铭发起感受,谁料陈泰铭也靠不住,恢复单身后也没将关芝林的二房之位扶正,关芝林也不甘受辱。 直接在采访中甩出与陈泰铭离婚的劲爆消息,1985年关芝林与香港地产大亨马清伟相识,关芝林不顾马清伟有富之富的身份,三下五除二将他拿下,当时马清伟家中的正妻小青陈美琪早已身怀六甲,为逼走陈美琪,关芝林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 在关芝林步步紧逼的攻势下,陈美琪无奈认栽与马清伟离婚,但马清伟并没如关芝林所愿将他转正,反而扭头与年轻小空姐再婚。 与马清伟分手紧一年,关芝林就将猎物目标定为向华强,两人因戏生情在片场偷偷做起居足夫妻,但向太陈来一向不是省油的灯。 他听到风声后立即出手阻拦,几次永攀豪门不成,关芝林只好彻底放弃了这一念头。 胡定心,蛇诗曼的攻心计全国闻名,但是作为他的同事,赶在他眼皮子底下玩攻心计的女人,胡定心算是能力超强的一位了,将影视圈七个男人戏耍于鼓掌之间,和TVB公开叫板胡定心彪悍的人生经历,让他成功修炼成齐天大圣。 为了能够成为TVB力捧的签约艺人,胡定心玩起了江湖套路,就是到处拜码头,年龄大的任干爹,年龄相仿的任干哥,至于拜访时间,他选择了静悄悄的午夜时分。 除了这些招数之外,胡定心还在各个剧组跑马圈地,他在剧组内部设置了专门让各个监制休息的暗模式,其舒适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星级酒店的标准。 这种明目张胆的作风,让业内人士目瞪口呆。 据媒体爆料,胡定心在失业巅峰期的九年之内,还曾跟马国明、吴卓希等七位明星传出桃色飞吻。